杀人犯急避问奖,枪敌脑与警对峙 43岁通气犯张天明拿枪抵住自己的头部扬言自杀 威胁警方不得靠近,双方对峙两个小时后 凶贤准备烘头,但手枪突然卡弹 警方立刻涌上前将他制服 这起警察与凶贤对峙的过程 昨天下午在花莲发生 忠贤张天明从17岁起先后犯下两起杀人案 被捕入狱 他四年前假释出狱后染上吸毒二袭 去年11月他又朝一名讨战男子开枪 遭警方通气 昨天中午他在花莲市区拦下一辆计程车 上车后他因抽烟遭问奖制止 后面有人在追杀我 随后持枪朝后挡风玻璃开枪 威胁问奖开快点 问奖顺着产业道路开到一处地瓜园 前面没路的 张天明竟拿枪威胁 不开就毙了你 问奖吓得不知所措 后面有人追过来了 怎么还不开车 匈贤随即朝问奖开枪 挤闭问奖 车子也失控冲入地瓜园内 他接着下车 沿着产业道路乱跑 还拿枪抵住自己头部 喃喃自语 直到附近民众 发现他拿着手枪赶紧报警 警方获报到场 研判他可能因吸毒过量 有被害妄想症 曾上前劝他投降 但他仍不肯放下枪 警方事后打开计程车检查时 才发现32岁问奖陈永俊 倒卧车内 虽紧急将他送医 但医院证实他早已死亡 问奖家属接获二号 在医院内崩溃痛哭 我怎么办 老公你不要这样对我 陈汉老板也表示 他死的冤枉 而犯下杀人最嫌的 凶险张天明 昨晚遭警方漏液征讯 动新闻花脸报导